新能源汽车销量攀升 动力电池企业忙扩产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 动力电池市场持续火热 LG新能源中创新行 丰巢能源等动力电池企业近期加快上市进程 拟募资扩产应对行业不断增长的需求 近期 锂电产业公司频频受到资本青睐 多家企业公布上市计划 LG新能源计划上市备受瞩目 此次LG新能源 拟筹92亿美元 至108亿美元 LG新能源是LG化学的全资子公司 是特斯拉、通用等汽车品牌的电池供应商 SNE Research数据显示 LG新能源在全球电动车电池市场的市占 略为20.5% 位列第二名 仅次于宁德时代的31.8% 国内锂电小巨头中创新行启动上市计划 证监会2021年12月29日披露 已接收中创新行的境外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材料 中创新行拟赴港IPO 资料显示 2021年11月中 创新行多项工商信息发生变更 完成股份制改造 公司名称从中行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创新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 2021年 中创新行国内动力电池装车辆排名第三 装车辆为9.05GWH 市占率为5.9% 风潮能源着手推进上市计划 2022年1月13日 中信证券披露 近日与风潮能源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 双方计划在2022年3月 前完成上市申请文件的准备 公告显示 风潮能源的控股股东 为保定市瑞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39.4% 天眼查显示 保定瑞茂的实际控制 人为长城汽车创始人魏建军 风潮能源2021年国内动力电池装车 辆排名第六 装车辆为3.22GWH 是占率为2.1% 此外 风潮能源陆续引入了国投招商 中国银行中营投 建设银行鉴性投资 国家科技引导基金 上海国盛 招商银行招商新动能 IDG 小米集团 三一集团 碧桂原创投 九至资本等战略投资者 累计融资金额超200亿元 加速融资的同时 锂电企业积极扩产 2021年12月 风潮能源发布了面向2025年 的领风600战略 宣布将2025年全球产能规划目标提升 至600GWH 2021年 风潮能源共计发布了七次扩产消息 总投资额达776亿元 目前公司拥有9座电池生产基地 在建产能达到297GWH 其中包括在德国萨尔州新建的海外电池工厂 目前中创新航已量产及在建的电池产能超过100GWH 到2025年规划产能将超过500GWH 据悉 中创新航已设立长州 洛阳 厦门 成都 武汉 合肥和黑龙江七大产业基地 同时 公司规划建设欧洲 北美等海外产业基地 里延价格上涨 电池企业成本压力较大 在此背景下 ILG 新能源等动力电池生产商 加快布局原材料领域 2021年7月 ILG新能源公告 与澳大利亚理矿商Valkan Energy Resources 签署5年的氢氧化理供应协议 2025年其每年将采购1万吨氢氧化理 2020年底 ILG新能源与理资源巨头SQM签署 8年理研采购长单 SQM将向ILG能源供应电池 及碳酸锂和氢氧化力 合计5.5万吨 华安证券表示 电池厂与整车厂建立联动机制 可有效缓解电池厂成本压力 近年来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呈爆发式增长 中汽携数据显示 2021年新能源汽车销售 完成352.1万辆 同比增长1.6倍 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市场占有率达到13.4% 高于上年8个百分点 在新能源汽车产销高增长的带动下 2021年我国动力电池产销量大幅增长 城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2022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预计达到550万辆 渗透率达到25%左右 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突破600万辆 渗透率在22%左右 华安证券表示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高增长 电池厂商产能将得以释放 有望迎来量价其升的良好局面 预计2022年动力电池全球装机量 将达到450GWH 国内装机量将达到230GWH 检双务 3Mmn 3GWH 8M 8M 8M